歡迎收看夢想街五十七號 那小溪 我們來聊聊 大愛是准婆婆張蘭 妳確定她是准婆婆嗎 不然結婚了 跟我們現在比較重婚而已 重婚了准婆婆 結婚了變婆婆 對不對 准婆婆意思就是 不會變婆婆 應該是婆婆叫准婆婆 不然不像准婆婆 變前婆婆 沒了啦 不過張蘭這個名字 現在已經變成家喻戶曉的名字 對 而且明天她就要帶兩位設計師來台灣 因為敲膠蘭的第一家店 就要在台灣開幕了 是的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張蘭 第一次在台灣說要開店 她之前其實已經向中了101 但是據說談判破局了 我們等會再來聊這個部分 不過你知道嗎 張蘭 這個我最好奇了 她是慈禧太后的後代人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她說她是慈禧 那她是不是應該叫做 葉赫納拉蘭 對不對 對啊 她是正皇旗的人 她是正皇旗的 所以當她這樣子看的話 可能有像 有啦 有像 有一點像 有像喔 有一點像 可是眼睛好像比較大一點 對啊 那就經過一段時間的改良了 找醫生改良 還是找媽媽改良 改良 不過那個張蘭小時候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現在看說是慈禧的後代 但是聽說她小時候的時候 生活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其實她自己講的啦 因為她是講說她爸爸是正皇旗 我們知道滿清有八旗嘛 八旗裡面真正正的旗有四個 所謂正皇旗還有一個鄉皇旗 所謂正皇旗就是說 跟皇帝旁邊有關係 愛心絕了有關係 是正皇旗啊 那真的是貴族中的貴族啦 你如果說她自己講說 她跟慈禧太后有一點關係 就越赫納拉 越赫納拉她是當初是被 愛心絕柳她的祖先 把她整個魅族 魅族以後只有留下一點點血脈 所以她是回來報仇的 把她推翻滿清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她血液裡面 她是留有那種很叛逆的祖先的血液 所以她是一個敢說 敢做 敢賭 所以你講說張蘭很憨 很狠 很絕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 再來看她小時候的出生的背景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她後來在成功的道路 她一路上走來的一個性格的表現 就好好的值得探討了 好 其實她是書香門弟喔 爸爸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但是在文革期間 她是跟著媽媽下放去勞改 因為她爸爸媽媽都是極右派 那極右派當然就是打成黑五類 所以她媽媽就是從北京 直接被下放到湖北的叫做校崗 那個地方 那她那時候只有十歲跟著媽媽去 那跟著媽媽去住的地方 是上面在養雞 下面在養豬 中間有一個坎 就是說在第一條面上 搭一些 搭一些膀子給你睡 膀子面上 你會搭到面上 都搭一個邊子 邊子就在養雞 你看那種環境喔 你可以想像中那個味道嗎 而且聽說她還要幫忙去放牛耶 對 那算勞改了吧 本來就是勞改 下放勞改 就是文革的時候下放勞改 因為極右派嘛 打成牛肌肉 牛鬼蛇神啊 那你打成牛鬼蛇神 你本來就是要跟那些在一起啊 所以她小時候的玩伴 就是狗啦 豬啦 貓啦 狼啦 就是這一些啊 然後餓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 手一伸 往上一伸剛好 雞生了一個雞蛋 拿起來就吃生雞蛋啊 就這樣子啊 而且她又是孩子王 因為那時候下放的東西 下放那一批人 一般我們所謂的勞改營 勞改村嘛 所以下放喔 那有的水準都很高 有一些是以前的老幹部 被下放的那些小孩子 他變成一個孩子王 那孩子王呢 就是以他為首 譬如說他要去託車的時候 要過一條鞋子 過一條鞋子 四條鞋子的時候 有時候水中間的時候 要過 跳不過 他就用爪子滾滾滾滾滾 有一次喔 有一個小孩子 會把水滾滾滾 我們在湖南湖北 鞋子跟孩子是同音的 孩子 對不對 你的鞋子它叫做孩子 所以常常我們 他們在那個船上說 某某人 你的孩子掉了 其實是鞋子掉了 結果死了 因為他北京鄉 不記得說當地的那個 他們是北京人 他北京人嘛 所以有一次 就有人趕走一步了 那個孩子被水 被水流走了 如果母親說死了 他一定是漲染的 我的孩子沒有 因為他是最調皮搗蛋的 他就帶頭嘛 如果孩子有被水沖走的話 一定是漲染 他媽媽是靠得要死 結果不是死 鞋子掉了而已 這是中間的一個插曲啦 不過聽說他膽子很大 對 你看他現在做生意 真的膽子也很大 他在小時候膽子就很大 他是一個女孩子喔 他說他經常與狼共舞 結果他在走那個 鄉間小路的時候 旁邊有狼真的跟他走喔 然後他就拿著一個手電筒 他說沒有關係 那個狼不會過來 甚至有時候 他在走那鄉間小路 狼沒有跟他一起走的時候 他還覺得有點寂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湖北那個地方 他靠近大北山 你如果看那個武俠小說 你就知道 武俠小說那些 不管你功夫多麼好 你一定要帶一隻雨傘 晚上你一個人 在走夜路的時候 那狼會過來 那狼過來不是一隻 狼過來是一群 狼群 所以他就雨傘 電的電的火山 電的電的 狼從來沒有看過那個 火山電的電的 他就不敢進來 那在那邊 他是晚上出來的時候 他拿著手電筒 拿手電筒 狼喔 突然看到那個光 所以他就不敢過來 然後他就會 陪著他走在田梗上 那感覺上 如果有一天 狼沒有過來 他反而覺得寂寞 只有一個人在上面走 那在那個環境裡面 生長的小孩子 他的膽量就會特別的大 那其實給他影響很大的 也是他爸爸 他爸爸從小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讀大學 因為你讀大學知識 才是力量 因為他爸爸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管怎麼樣 他一定要讀到大學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學歷好不好 他其實後來是讀到北京的工商大學 對 但是他真的開始拼事業之後 又回去拿一個驗畢業的學位了 好 我們再回到張嵐 張嵐長得挺標誌的 剛剛憲哥說 為什麼爸爸一直叫他讀書 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長得很漂亮 據說經常被星探給盯上 甚至他連坐公車的星探 跟上他坐公車說 你要不要拍戲 你要不要唱歌 你要不要演戲 他爸爸他這個時候不想讀書 就跟他說千萬不要 知識才是力量 對 所以你看他的武官很分明 你像我們台灣最漂亮的 就是我們的原住民同胞 那個武官都很分明 你看他武官很分明 其實所謂的滿清 以前我們所謂的武漢共和裡面 漢滿盟族藏嘛 後面有一個廟嘛 就是因為他統治過台灣 所以他排在第二位 所以他們才有所謂的 留著貴族的一個血統 所以現在滿清搞不好 都會推翻中華民國 要特別小心 所以這個你不要看 真的啊 所以他們因為有留著 這樣的一個血液 可能就說 你是一個沒落的貴族 他說寧願當一個沒落的貴族 也不要當一個爆發戶 所以就像他從小 就有這樣的一個思想 爸爸就跟他說 你現在一定要讀書 因為你是下方勞改的他們 你們家是全部都黑五列 那你黑五列 你已經不可能加入共產黨了 你永遠就是在被排斥 被歧視的一群 那你在被歧視的環境之下 你唯有讀到 你的學歷比別人高 甚至你如果能夠出國的話 那你這個知識才是力量 才是你未來在社會上 跟人家競爭的一個基礎 你剛剛講到他說他貴族對不對 對 你知道嗎 他過去他們家在那個門前 大柵欄那邊 一整片地全部都是他們的 他說他們以前就是那種開發商 就是地產商 他說你不用再要教我 怎麼當貴族 你不用教我怎麼當貴族 也不用教我怎麼享受 我本身就已經會了 他如果是正皇席的 他老爸如果當年還可以 對 對 自奧皇跟那種驕傲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張嵐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他那個年代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幾歲 他其實他是1958年出生的 現年是52歲 現年52歲你可以想見 他年輕的那個時代的民風 是很保守的 對 但在那樣保守的民風之下 他竟然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一畢業就生孩子了 這也很少見 而且外面一直傳說 有可能是未婚生子 這個部分我們搞不清楚 當然年輕就生了孩子 但是又把小孩留在國內 自己偷渡到加拿大去打工 所以他其實做了很多 在當時那個社會下 一般女性不敢做的事 因為其實在那個年代的一個人 其實用我們台灣的一個環境 去想的話 你可能想不到 因為大陸有一個所謂的 失落的十年 就是文化大革命 所謂的三謊五反等等 大躍進 那個部分完全是失落的年代 那部分的人出來的他的思想模式 跟我們台灣來講 你用我們一般傳統的思想模式 去看他 去想他 完全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他大學畢業以後他就想說 那我以後要出人頭地 我一定要有兩萬塊美金 當作我的伴 那怎麼去賺兩萬塊美金 他就跟他舅舅 直接就到加拿大去 一天打六個工 然後賺到兩萬美金以後回來 回國創業這樣 好 中國來講一下 那一波應該有很多的 到了女性 偷渡到海外去打工 是啊 我想這個張嵐女士 因為當時她剛好 應援機會下 跟她的舅舅 就一起偷渡到了加拿大 那個時候換算成 現在台灣的時間 應該是民國78年的時候 民國78年的時候 張嵐那時候幾歲呢 31歲 然後她就跟她的舅舅 所以那時候小飛幾歲呢 大概6歲 也才6歲 一個母親 要把一個五六歲的孩子 割下 然後到海外去打工 一般母親會捨不得 對 所以張嵐她曾經講 她說她在海外的時候 她真的都不敢 把她兒子的照片 立在床頭 她都這樣卡的 你知道嗎 然後想到的時候 就拿起來看一下 但是趕快又再把它蓋起來 為什麼 因為她說 怕看到孩子的那個眼神 會動搖她 追求夢想的那個心 所以她看了一下之後 趕快又把它扣上 沒有錯 那時候張嵐女士 到了加拿大之後 她常講 就是說很多人都覺得 能夠留學放陽 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 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可是她每次回想到 她在加拿大 打黑工的這段日子 她說那是黑暗又慘淡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她在加拿大的時候 她一口氣 建了好幾份的工作 她洗過盤子 她也抹過桌子 她也扛過豬肉 扛豬肉 對 這個都是在餐廳裡頭的事情 扛豬肉 一個女孩子扛豬肉 就說她那時候在餐廳呢 就是她說 在餐廳裡頭 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 就像戰鬥 就像打仗一樣 事情是這樣 啪啪啪的來 當豬肉來了 你就要去扛 幾百斤的豬肉 幾百斤啊 幾百斤的豬肉 就直接這樣扛 也不會說因為你是女孩子 別人就對你客氣 因為你當時等一下 你就是大陸來的嘛 打黑工的嘛 他們說是打黑工 薪水很少很少 對 2.5美金 那如果說 1小時2.5美金 時薪2.5美金 那如果說 我以最高40塊 1比40來算的話 大概也折合台幣 大概100塊而已 那她有講就是說 這個時薪啊 完全是被剝削的 可是呢 據這個當時採訪 她的這個記者 去換算了一下 對照大陸當時的這個收入 來換算的話 因為她曾經一天 可以加班16個小時 就拼命的洗盤子 2.5美金嘛對不對 對 拼命洗盤子 那這樣一天下來 可以賺大概 差不多是1600塊台幣 可是呢 卻相當於中國大陸 一個月的薪水 而且聽說 她真的真的很省 她為什麼很省呢 她連住也不要錢 她住在一個台灣夫婦 老夫婦的家裡 那是一個地下室嘛 就是說那個房間 小得不得了 只能夠剛好擺一個床 那叫蜗居 那叫蜗居 在大陸我們習慣 有時候 住得跟蜗牛一樣 叫蜗居 所以還拍了一部 很有名的連續劇 就叫蜗居嘛 那張蘭為什麼要蜗居呢 因為不用急 為什麼不用急 不用房租 為什麼不用錢 你要用勞力來換 你要幫這個 提供你蜗居的 這一對台灣夫婦 讓老爺爺煮麥片 煮麥片還好 你要幫老奶奶洗身體 就每天早上6點 幫老爺爺煮麥片 然後幫老奶奶洗身體 這樣子我提供一個地下室 讓你住 而這個地下室呢 為什麼我們說蜗居 因為就只能放下一張床 還有一個床頭櫃 可是他要為了要省錢 要住免費的 好 那再加我們剛才講的 洗盤子啦 然後還有這個抹桌子 還有他也做過美容美髮的小妹 洗頭妹 等於說無所不做 他自己回憶說 他曾經最高紀錄 一天可以同時做6份工作 跟我們上一次講 那個小護士有拼 所以他到加拿大去沒有念書 對 純粹就是打工 對 你講的沒有錯 其實就是打黑工 他那個是偷渡還是 他那這樣就算偷渡啊 算偷渡還是說申請留學 去打零工的 因為他有在媒體專訪的時候 直接就講說當時他是偷渡 當然也許他的 因為對岸的用詞 跟我們有時候不太一樣 也許在他的認知認為就是說 反正我這樣偷偷摸摸過去 他這也很敢耶 那個你知道那個偷渡很多 後來被人蛇集團賣掉 要不然的話 有一些搞不好 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已經死掉了 有多少人是在那個船裡頭 就已經被悶死了 對 好啦 那他這樣子轉… 他熬出頭了耶 因為標示2萬美金 對 因為在31歲 他做到了34歲的時候 這三年當中 他不但存到了他開創 俏江南企業的低桶金2萬美金之外 他還拿到綠卡 一定 Gammon 在那裡面 王眼神便 形勢